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先看这个e的x次方这个东西 那么fx加上h减掉fx比上h 就是e的x加上h减掉ex比上h 这个呢还是跟我们刚才一样 还是用展开的办法 把e的x次方拿出来 那么这里呢就是e的h次方减一比上h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当h去0的时候 这个极限是多少 等1对吧 所以呢它是去1的 所以呢我们马上知道1的x次方 导数就等1的x次方 同样我们来看看这个函数啊 g 那么gx加上h减掉gx比上h 做法一样 做法一样 我们这里拿出来一个e的x次方 对吧 那么这儿呢我们就把什么呢 a的x次方给它拿出来 a的x次方拿出来 然后呢是a的h次方减一 那么这个呢跟我们前面就是 那个稍微有点区别 但也不要紧 你可以把它画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极限是等于e的 所以把它画成以e为底 所以就等于a的x次方 he的h 然后a减一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一下等价于什么 等价于这个h 然后a加上个小oh 对吧 所以这个极限就等于什么呢 a的x次方的倒数 就等于a的x 还有lnA 那么从而求导的这个式子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这个指数函数的底是e的话 那么求完导就大资格 对吧 如果这个底数啊 不是e是a的话 求了之后 就会多数这么一个系数 对吧 所以呢 大家引入这个e啊 自然对数的底数啊 就是为了运算比较简洁 其实没有其他的这个意思 就是比较简洁而已 所以呢 我们呢就大量的用这个作为底了 所以求导比较容易 从求导上面大家可以看出来 好 这个呢是指数函数的这个例子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对数函数 就是俄之双的 Long X GX Log也为点X 那么我们来看看 FX加上H减掉FX 再比上H 这个就是多少 X加H减掉上X 比较H 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就等于 一加上个X分子H 那么这里 我们知道 前面已经讲过了 一加上X分子H 一加上X分子H 它等价于多少 就等价于X分子H 对吧 它就等于X分子H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呢 它就趋近于X分子H 比上H 所以它就趋于什么呢 X分子1 对吧 这我们前上节课讲的结果 所以 Long X 导数就等于X分子H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GX GX呢 你也可以把它写上换个底吧 换成Long X 比上Long A 所以 GX也一样 这个G X加上H 减掉GX 比上H 就等于什么呢 Long A 分子1 的这个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极限求了 X分子1 对吧 所以它就趋近于这个 X分子1 乘以这个Long A X分子1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得到了 Long A X 它的导数呢 就等于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多这么个因子 对吧 所以 刚才看到的 子株函数 你如果用E做底 求导也很方便 就是EX它自己 如果对数函数呢 你如果以E为底的话 求下导数就是X分子1 如果用另外一个呢 就会做出什么一个因子来 所以用这E做底呢 不仅得这个 此处函数求导 在对数函数求导里面 也是方便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性质 导数的一个最基本的性质 谢谢 如果F和G这两个函数 在X处可导 这 CF 就是说它乘一个常数 C 还有F 加减G 在X 也可导 且 CF的导数 在X的导数 就等于什么呢 C PX F 加减G 在X的导数 就等于F 在X的导数 加减上G 在X的导数 这就是最基本的性质 线性 这个证明也很容易 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个 这个线性是由什么线性决定的 就由极限的线性决定了 对吧 极限满足这个乘法和加减法 所以通过极限的性质 马上就得出来 那么F X 加上H 加减G X 加减H 减掉个F X 加减G X 比上H 这个极限是F 加减G 的导数 那么由极限的 这个加减 我们马上知道 它就应该等于 H 去0 F X 加H 减掉F X 比上H 加减上 H 去0 G X 所以呢 就等于F 1P X 加减G 1P X 所以 用一下这个线的这个性质 马上就出来了 那当然那个乘以一个常数的这个我们也一样 所以我们就不振 所以导数啊 就从运算的角度来讲 没什么滑头 就是一个极限的运算 对吧 算导数就算个极限 所以从计算的角度来讲 其实没什么东西 我们研究导数啊 其实真正的目的啊 还就是想通过导数来研究函数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下面呢 我讲一下这个单侧导数 首先啊 我们讲一个结论啊 就是 这还没涉及到单侧导数啊 但是我们后面要用 如果Fx这个函数啊 在X0处 可导 那就可以推出Fx 在X0处 是连续的 这也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通过导数 可以得出一个连续性的 这样一个结论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证明也很容易 所谓连续 就是X去X0的时候 Fx的极限应该是Fx0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看什么呢 Fx0加上Δx 让Δx去0的时候会怎么样 那么我们前面 导数怎么来的 导数是这个 函数值的差比上这个 质变量的差 那么函数值的差呢 我们可以写成Fx0加上Δx0 那么加上什么呢 Fx0 加上Δx 减掉个Fx0 比上个Δx 再乘一个Δx 总是可以这么写的 对吧 X0加上Δx的这个函数值 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求的什么呢 求就是说我们要看Δx去0的时候 Δx去0的时候 这一项 它的极限是不是Fx0 对吧 那么我们就看Δ去0 Δx去0 Δx去0的话 这边呢 这项什么呢 这项反正是固定的点 不管它 写在这里 x0 然后就看后面了 后面就变成了什么呢 Δx乘以这一项 那么就变成什么呢 Δx去0 Δx乘以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极限存在 这个极限就是导数 OK 那么对象是什么 对象我们前面说了 它就是导数值 对吧 它就等于F1Px0 所以这是个无穷小量 这是个有借量 对吧 所以一乘的话 x去x0的话 整个这项 就应该是去0啊 所以呢 我们马上就得出个结论了 就是x去x0的时候 Fx0 x就等于Fx0 对吧 那么我们就证明了什么呢 Fxx0是连续的 所以 如果F在x0处是刻导 它一定是连续的 对吧 同样 如果它不连续 一定不刻导 对吧 反过来 反过来 对不对 反过来不对 就是说F在x0处是连续的 不一定是刻导的 F在x0处 连续 连续 推不出 F在x0处 刻导 一个例子 Fx等于绝对之x 我们考虑x等于0 画个图那就这样 大家看 在x等于0的地方 它是连续的 对吧 所以它是连续 那么我们来看看 它是不是可导 可导的话 我们就看极限 这deltax去0的时候 这个 0加上deltax 减掉0 比上deltax 看这个极限 对吧 这极限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如果取 deltax 是大一点 deltax 大于0的时候 那么这项就等于多少 暂时不看这个极限 deltax 大于0的时候 它就应该等于1 对吧 deltax 小于0的时候 它等于负1 对吧 所以明显的 这个极限 这个函数的话 左右极限不等 对吧 左右极限不等 就没有极限了 极限存在 从不比较条件 左右极限要相等的 对吧 所以它没有极限 所以没有极限的话 也就是说 导数不存在 所以它在0数上不可导 不过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我们限定了这个deltax 如果deltax 都是大于0的话 这个极限就有 对吧 deltax的小于0也是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单色极限还是有的 对吧 所以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有单特极限 会怎么样 fx 如果x呢 是属于这个 不用屈心 只有x0的一个 左领域 那么fx0 加上h减掉fx0 比上h 把h去0负 这个时候h小于0 h小于0的时候 如果h小于0的时候 这个极限存在 这个极限存在 那么我们就称 f在x0处 左侧可导 然后把这个极限定了 然后把这个极限定了 我们就计为 f1撇负 叫负好 x0 那么f1撇负 x0 我们就称为左側导数 或者左导数 这时候 我们就对刚才 我们球级线里面的 这个delta x 做一定的限制 就是delta x 是小于0的 那么同样 我们也可以限制大于 也就是说fx x是属于 把h去0正的时候 fx0加上h 减掉fx0 比上h 如果存在 那么我们得称f 在x0处 在x0处 右侧可导 那么这个极限 我们就计为 f1撇负 x0 f1撇负 x0 我们称为谁 右导数 或者右侧导数 那么左侧导数 跟右侧导数 我们都可以称为 是单侧导数 单侧导数 就这么来了 那么单侧导数 也是有意义的 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讲 导数是一个什么呢 导数是一个 损失的变化率 对吧 但有的时候 你这个损失变化率的时候 就是Δx是有定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以前给大家说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置点或者一个车突然启动 它的位移 是ST T如果小于等于T0的时候 它是静止的 那么T 大于T0的时候 它突然启动 有一个速度V 这个时候我们要算它的速度 其实是有两个的 对吧 第一个是什么呢 你T小于T0的时候 可以求一个单侧导数 还有T大于T0的时候 有个单侧导数 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突然启动了这个速度 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是个U导数 对吧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S1'T0 它不存在 但是呢 它左侧导数等于多少 左侧导数静止呗 对吧 静止那等于0 S1'T0这个正呢 突然启动了 就等于V 对吧 所以这个单侧导数 它也是有意义的 那么前面 我们讲这个极限的时候 其实已经涉及到极限跟单侧极限了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单次导数其实就是一个单侧极限 那么极限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 主要极限都存在 而且要相等 对吧 所以呢 导数 如果F 在X0处可导 那么等价于什么呢 F一撇正 X0 F一撇负X0 都要存在 对吧 而且要相等 相等 那么 刚才这个两个例子 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 它左右导数数是存在的 一个是正一个是负义对吧 但是呢 它在灵处它是不可导的 就因为它不相等 包括这个也是突然启动的这个例子 突然启动的例子的话也是 左右导数存在 但是呢 左右导数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东西 那么 左右导数呢 跟连续性之间呢 还有一定的关系啊 咖啡 F假如在X名处左右导数存在 所有导数存在 那么有一点我们可以得到 如果它的左导数存在 它一定是左连续的 这个我们刚才是导数存在的证明连续 当然你要是把一个ΔX限定一下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左连续 刚才我们那个证明连续性的这个里面 你如果把ΔX去0负 0负 我们就可以得出什么呢 左导数存在它就是左连续 对吧 如果变成正的呢 就是右导数存在 右连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F在X0处的左右导数存在 第一个可以推出F在X0 左连续 第二个我们可以推出F在X0 又连续 对吧 那么既是左连续又是右连续 不就连续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推出 F在X0处连续 所以呢 这个我们说了F在X0处可导 我们可以推出它连续 但是这个还可以更放松一点 比这个可导 正在弱一些 就是说左可导右可导就可以了 对吧 就可以推出连续 反过来对不对 反过来也不对 就是F在X0处连续 推不出 F在X0处 F在X0处 所有导数存在 举个例子 Y等于Fx等于什么呢 X不等于0的时候 等于sin X分之1 再乘以X X等于0的时候 它就等于0 那么我们看在X等于0的地方 Y等于X0就等于0 在0这点 在0这点的时候 大家看看 首先它连续不连续 它连续的 对吧 因为X去X0的时候 这项总是什么 小于等于X 所以它的极限一定是0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X等于0的地方 它连续 那么我们看看 它的这个导数的情况 导数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就看它的诱导数 这个sin X分之1 乘以X 减掉个X 减掉0 比上个X 当X去0正的时候 这样一比的话 把X比掉 就等于什么呢 X去0正 sinX分之1 对吧 这个很简单 极限不存在 对吧 所以极限不存在 它就是不可导的 这个是右导数 当然左导数的一样 去0负也是一回事 所以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连续性还是比较弱的一个分析性 连续性要比可导性要来得弱 连续性推不出可导性 哪怕是单测导数的情况 也推不出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导数的最原始的另一边 我们考虑一个开期间 这个F呢 这个F呢 在一个K区间 AB上定义 如果对所有的X属于AB X处F的导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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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又称F在这个区间上刻导 F的函数在AB的开区间上合导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对任何一点它都要有一个导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给了一点X 给定一点X 我就可以去算一个导数 对吧 我就可以算一个导数 给定了一个X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导数F1比X 那么大家想想 导数本身是不是也形成了一个函数 对吧 我给定了一个X 就一个对应的导数值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F1比X也是X的函数 OK 所以导数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函数 跟我们前面一些处展函数的求导一样 比如sinX求导是cosX cosX也是个导数 是个导数 但是它也是个函数 对吧 所以导数本身也是一个X的函数 那么我们就称为什么呢 导函数 其实导数的这个名称就这么来的 最早叫导出函数 就是原来给我给一个FX 给定了一个FX之后 我就可以去求导 求导之后呢 就有一个F1比 有一个新的函数出来 那么这个新的函数呢 就是从原来的函数导出来的 所以成为导出函数 那么再回到一开始 这个我们的记号 我们记号在X零处的导数是什么 F1比X零 是吧 记得吗 这个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导出函数在X零处的值 对吧 就是导出函数在X零处的值 也就是意味着是什么 是F在X零处的导数 所以F在X零处的导数 也就是这个导数函数在X零处的值 所以我们要记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大家不要误解 不要错误的理解为 FX零去对X求导 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一个事情 好像是FX零 啪 求一个导数 不是这么回事 你这一求导 那是个常数 求导不等停了吗 是吧 所以这个记号是什么 记号就是说 是什么呢 导出函数在X零处的值 也就是说 FX在X零处的导数 所以这个记号 我们重新再解释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讲的是一个开区间上面的一个情形 那么B区间呢 B区间我们就再要考虑两段了 考虑AB这两点了 AB这两点大家去想想 我只能去求单色导数 对吧 因为这个定义域的限制 所以如果F在K区间AB上可能 且F在A点右侧可能 在B点左侧可能 称F在B区间上 可导 这个呢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在B区间上的连续有点像 对吧 因为有端点嘛 所以只能考虑单错 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就是微分 用了导数 我们就可以讨论微分 毕竟我们的课程也叫做微积分 那么微分是怎么回事 微分呢在定义里面 并没有用到导数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讨论一下 什么叫可微性 这什么情况下 可以去求这个微分运算 如果F在X0的一个领域上定义 某个领域上定义 如果在这个领域上面 我们可以干这件事情 就是说把函数值的真量 写成两部分 Fx减掉Fx0 这个是函数值的真量 如果把这个函数值的真量 我们可以写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什么呢 是关于质变量真量的线性部分 所谓线性部分 质变量真量是X减掉X0 它的线性部分 就是乘以某个数A 如果存在着某个数A 这是它的线性部分 加上一个部分 加上什么呢 加上质变量真量的高阶小量部分 小O的X减X0 那么我们就称 F在X0处 可微 记得啊 这个是线性部分 字边量真量的 这个呢 是高阶小量部分 你们做个常识 如果一个函数 在X0点数是可微的话 这个形式一定是唯一的 你们自己尝试证明一下 也很简单 这里我就不证明了 当然可微信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等价的写法 比如说 FX0加上H减掉FX0 当然H就是质变量的真量 等于AH 加上小OH H去0的时候 那么 我们讲可微信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记得 可微信 就是可以把一个函数写在线性部分 加上次边量 真量的高阶小量部分 所以在可微信里面 我们没有涉及到导数的一个事 但是呢 在一元函数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性质 F在X0处可微 当节仅当 F在X0处可导 也就是说 在X0处的可微性跟可导性是等加的 没回事 虽然说 我们在可微性的定义里面 并没有出现导数这个事 好 我们来证明一下 先这么推过去 假如是可微的 我们去看它可导性 可微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关于这个式 这个式的两边 我都除以一个 X减掉X0 对吧 都可以除一下 FX减掉FX0 比上个X减掉X0 这里就成了什么 A加上一个什么 就等于A 加上个高阶的X减掉X0 比上X减X0 这个高阶桥量 对吧 那么从这个式子我们可以看到 当X去X0的时候 这个极限应该是等于0的 因为你是高阶的五胸小量和它比 它是等于0的 所以这个极限就等于A 这就说明什么呢 如果是可微的话 我一定可以推出可导的 而且推出这个导数 就在A 反过来 假如可导 假如可导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就等于F1比X0 这个极限存在的 极限存在的话 把它拿过来 就意味着Fx减掉Fx0 再把这个拿到这个里面去 减掉F1比X0 X减X0 比上个X减X0 这个极限等于0 这个极限等于0的话 就意味着 分母上是X减掉X0 也就意味着 分子上是X减掉X0的 高阶小量 对吧 五胸小量 高阶五胸小量 所以呢 我们就得出什么呢 Fx 减掉Fx0 就等于一个F1比X0 X减掉X0 加上小O的X减X0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把这个函数值的 增量部分 写成了这么一个线性部分 这是线性部分 再加上高阶小量部分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可为性 那么可为跟可导 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 大家记得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呢 正好呢 两者是等价的 在一元微积分的时候 这两者是一回事 大家以后学这个 多元微积分的时候 就会发现了 可为跟可导不是一回事 可为 记得 可为就是写成线性部分 加高阶小量部分 那么可导嘛 就是说导处存在 导处这个极限存在 在一元的时候 的确是一回事 多元的时候就不一样 是有没有 有没有 不这一批 没有 这次可或讨论 就是 是有没有 是有没有 要是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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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有没有 那么质变量的增量 Δx 就等于x减加x0 这个时候我们也把它记 这是个记号 记为dx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函数值的增量 函数值的增量 函数值的增量就是fx减掉fx0 这个我们记为deltaf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可微的时候 这个函数值增量只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线性部分 一个是高阶小量部分 对吧 那么它的线性部分 线性部分 线性部分呢 就是a乘以一个x减掉x0 a呢我们知道了 a就是f1πx0 对吧 所以它的线性部分就是f1πx0 剩下x减掉x0 所以呢 这部分呢我们把它记为 df 这个df就是这个现一部分 我们称为fx在x0处的微分 现一部分 现一部分用df来表示 那么显然df就应该等于f1πx0 乘以dx对吧 这就是微分 所以呢 还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记号 f1πx0 也就等于df 比上dx dx0处的g 这个呢 这里还仅仅是记号 没有其他的这个含义 当然以后大家会发现 这东西会有很好的含义 也就是说 这一点的导数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函数的微分 和自变量的微分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看成 自变量的微分 自变量微分之比 就是函数的导数 那么所以呢 这个也称为微商 这我们前面说了 就是两者微分之商 那么微分呢 还有一些这个几何上的含义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 微分是跟导数相关的 对吧 它的系数就是它的导数 A就是它的导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导数和微分的这个含义 比如说 我在一个x0处 我如果要去找一根线 这根线 Y减掉y0等于A减掉x0 这是y等于fx x0 y0 这根线 如果要能够充分的 避进这个导数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随着x去x0的时候 这两者之差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delta y 对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什么呢 Dy 所以这两者之差是什么 x减掉x0的高阶小量 这两者误差 对吧 小O x减掉x0 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找根线 使得它们的误差 线性的误差 和它真实函数的误差 这两者差 是这个x减掉x0的 高阶小量部分的话 那么这个A应该等于多少 fx0 对吧 这就微分的意思 所以微分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使得它成为一个高阶小量 乌差是个高阶小量 乌差是高阶小量的时候 刚才我们的证 正好A 就等于fx0 所以几何上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好 今天课就到这里 下课